有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 因为上次柯文哲来雅虎受访问的时候 基本上很大一部分琢磨在四大运 其实他最近很努力在做四大运的行销 那也确实他四大运的这几波网红行销 还有说捷运车厢的那种 所谓的那种运动设施的变体 那这些行销的做法 我不知道好市长怎么去看说 你觉得第一个在行销的这个面向上的话 你觉得目前柯文哲市府做的状况怎么样呢 行销 重点是行销这个城市 那我还有就是让大家知道四大运在台北举办 我相信台湾人大概知道 四大运在台北举办不是问题 可是今天我们办的不是一个中商运动会 不是一个全国运动会 国际间对于四大运在台北举办的知晓度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件事情我目前是不知道台北市做的怎么样 另外再来四大运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开幕式跟闭幕式 开幕闭幕 开幕跟闭幕式 国际间应该你只要做得好它会转播 甚至用live来转播 包括像我们当初听澳的开幕式 是亚洲几乎所有地方都做live转播 甚至在中国大陆也做了非常广泛的报导 那我不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 另外再来就是选手的得牌数 我们在整个比赛过程中间 我们的选手在这个场域上 会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还有就是参赛的 对 一些运动选手对于这次举办的满意度 我想这两部分是未来 我们看四大运是否成功很重要的指标 对好